昨天賴清德和郭台銘也在金門同框 而郭台銘是把和平宣言送給賴清德 強調說兩岸若不談判 不溝通就永遠沒有和平的可能 不過賴清德之後在演講時表示 真正的和平是擁有主權的和平 這樣 如果協議有效 那全世界就沒有所謂的戰爭了 戰爭沒有人家 台灣每一個人都追求和平 也沒有一個政黨想要戰爭 大家都想要和平 可是和平 我們要追求的是真正的和平 那什麼叫做真正的和平 就是說你主權的和平 才是真正的和平 主權很重要 今天如果沒有主權 你所謂的和平只是講和平 短暫的和平 香港跟澳門就是一個意思 而賴清德也在三十一日下午 擬定會正式提名市議員吳佩毅 參選台北市第五選區立委 而上週一度被認為潛在人選的 雞排妹鄭嘉純 在昨天晚上的時候也發文強調 願意幫忙的前提就是無所求 台北市第五選區方面 近日一度傳出黨政高層 有意徵召雞排妹參選中正萬華立委 但此舉呢 卻引發了黨內強烈的反彈聲浪 提名策略小組經過討論 建議徵召吳佩毅參選立委 而對此雞排妹表示 兩個月前我在佩毅本人面前說出的諾言 從來沒有毀約過問心無愧 為了遵守諾言 自己願意忍耐一切 而此外雞排妹也強調 對他來說願意幫忙就是代表 不為個人名利的去付出 被派到哪就去哪完全配合 最終若決定不需要自己來幫忙 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因為大英的前提就是無所求 接下來呢 讓我們看到的是高雄市無黨籍議員 黃傑 日前遭爆料呢 他有望獲得民進黨的徵召 不過他日前呢 卻證實喔 徵召人選不會是我 接下來會團結前進 把每一席都顧好 而對此高雄市長陳其邁受訪的時候 則爆料喔 黃傑雖然沒有獲得徵召 但有特別表達想要加入民進黨 陳其邁提到昨天晚上黨中央有跟他聯絡 告訴他考量的方向以及原則 而黃傑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年輕政治世代 在議會也有傑出表現 他表示早上黃傑有跟他聯繫 雖然在考量人選的過程裡面 並沒有獲得徵召 但黃傑特別表達了想要加入民進黨 他也考量過非常長的時間 從連任之後就有這樣的表達 陳其邁表示 雖然沒有獲得徵召 但反而選擇想要加入民進黨 他覺得很好 很大器 有政治家的風範 日前轟動全台的IMB詐騙案 傳出了行政院前顧問陳振坤 涉嫌幫主嫌脫產 昨天被檢警拘提到案 附訊到深夜 餘令陳振坤5萬元交保 不過陳振坤他卻頻頻喊窮 稱身上只有3000元 最後檢察官同意將保釋金降低到3萬元 而他的家人也隨即把錢給送到 新政院前顧問陳振坤 涉捲入IMB詐騙吸金案 被懷疑協助主嫌曾耀豐脫產 隱匿犯罪所得 僅僅30日發動新一波的搜索之後 在宜蘭一處商旅 將成居提到案 不過陳振坤到案之後否認涉案 並強調他在宜蘭縣經營房地產仲介多年 今年4月得知曾耀豐要出售投誠房產 才找上熊男的兒子 並出資1000餘萬元購買 警方30日晚間炫後 依照詐欺銀行法組織犯罪條例 將人移送北檢 31日深夜北檢付訓結束 預令陳以5萬元交保 不過陳振坤頻頻喊窮 稱身上只有3000元 最後檢察官同意將保釋金降低至3萬元 而陳振坤也順利交保